安逸轩魅力红群,出席妹妹婚礼,获赞高颜值姐妹俩,但都输给奶奶。 安逸轩在娱乐圈好人员是出了名的,安逸轩大婚的时候伴娘团的阵容十分强大,每一位都与安逸轩有助很深厚的情谊,陈乔恩也是担任伴娘团中的一员,给安逸轩送上真挚的祝福。 安逸轩平常的生活里也常常与姐妹聚到一起,安逸轩开朗的性格在姐妹团中很受欢迎。 安逸轩身边不仅仅有关系亲密的闺蜜之前,还有关系肥浅的男性好友。 安逸轩与安逸轩之间曾信有过30岁的约定,就是当安逸轩30岁还没有人娶的话,自己就要娶安逸轩。 但是安逸轩很遗憾在201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,当时现身葬礼的安逸轩哭得撕心裂肺,让人十分的心痛。 后来安逸轩遇见了陈荣恋,陈荣恋也是对安逸轩一见倾心,追她的过程使劲了浑身结束,最终的不懈努力还是打动了安逸轩,获得了安逸轩的芳心。 两人也是携手共同走向了婚姻的殿堂,承诺要相伴彼此一生。 陈荣恋和安逸轩结婚之后的婚姻生活,也是甜甜蜜蜜,羡煞旁人。 最近安逸轩的妹妹也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,在表妹的婚礼上安逸轩盛装出席。 当日的安逸轩身穿了一件红色的吊带长裙,披萨头发化住精致的妆容。 不过从安逸轩的一身打扮就能看得出,对于妹妹出嫁内心很是欢喜了,衣服都是选用喜悦的颜色。 安逸轩也是与妹妹和家人大方的合影留念,每一张照片都是流露出甜甜的微笑。 看完安逸轩和妹妹的合影之后,真的明白了基因的强大,安逸轩和妹妹的颜值真的不相上下,都是甜美戏的小女生的样子。 在这一张合影中,安逸轩就算是在做鬼脸,但注意力全被奶奶吸引过去了。 奶奶一身露空的黑色长裙,外面穿着一件罩衫,头发也是精心打理过的,妆容也是细心打扮过的,只是这个眼睫毛并不是很适合,其他都是满分。 皮肤状态也真的不想奶妈级别的样子呢,看来平日奶妈很是注意保养。 真希望自己以后老了也有这样的容颜呢,精致端庄。参考来源。